HELLO 大家好 我是小崔 我今天要來分享的是套寶穿搭 因為台灣的冬天比較溫暖 所以一直到現在其實都還是可以穿一些秋天的單品 所以我就是還是有分享一些秋冬的穿搭 那今天的影片剛開始我要先說明一下 我前一支影片不是有說我眼睛就是有點腫腫嗎 變三眼皮 就是我不是剛睡醒 有一天不知道為什麼我睡醒 然後這支眼睛就變三眼皮 我本來是雙眼皮 所以就有一點困擾 那我們就不管它 今天的東西也不少 那我們就趕快開始吧 首先是我身上這一件方嶺的條紋上衣 我自己很喜歡這種很簡單的條紋單品 它是做方嶺的設計 然後看起來就是會比較秀氣的感覺 它的材質就是一般的棉料 然後滿有彈性的 這件衣服的賣場其實已經下架了 因為它是店家自己開版製作的 雖然這件下架了可能很難找到一模一樣的 但是你們還是可以在淘寶上面搜尋一下 其實有類似的 那我搭配的褲子也順便介紹一下好了 它是牛仔寬褲 然後下擺有一點點小抽搐 這件寬褲它穿起來整件真的是大寬版 但是它又不是那種喇叭褲 因為我身高是163公分 所以我穿這件一般的9分寬褲 我穿起來就會看起來像8分 會比較短一點 這是比較可惜的地方 可是我還是非常喜歡這件 料子還滿挺的 所以不會穿起來就是軟綿綿的感覺 因為我之前也買PAGO一件 它是穿起來會有點軟綿綿的感覺 可是這件我要先自首 這件其實是我去年2016年的春天的時候買的 我回去看它的賣場已經下架了 那大家其實也可以在淘寶上面搜尋類似的單品搭配也可以 其實我在準備文章的時候 因為我會怕擔心你們會問說 呃...這個商品下架我買不到 所以我都會先幫你們找好說 呃...還有在賣的其他賣家 可是因為我沒有買過 所以我也會擔心說 那我介紹的這些賣家 你們買了之後卻覺得品質好像跟我介紹不太一樣 這樣我也很難負責 所以我還是會提供我購買的網址 那雖然已經下架了 但是你們可以拿那個商品的名稱去淘寶上面搜尋類似的款 或是相同其他賣家在賣的 因為我沒有辦法幫其他的賣家背書 所以就是麻煩大家就是 如果已經下架了就去搜尋一下 再來是這件 呃...流蘇短裙 這件是我穿去辦理結婚登記的短裙 它是三型紋的流蘇 所以看起來不會很普通 它的質感很好 它是那種不會很反光的流蘇 會有一點點的低調的亮度 當初會買這件是因為我一直在想 我結婚登記那天我要穿什麼 就是我不想要太浮誇 但是又覺得有特別打扮的感覺 因為大家去結婚登記應該不會想要穿得很邋遢吧 因為我是1月11號去登記 也算是冬天 所以也不可能穿夏天的洋裝 那普遍的長袖洋裝我又覺得不是那麼好看 所以我就想說 那我就上半身跟下半身各挑耐看的單品 這樣就是如果當天拍攝的照片的話 之後看也不會覺得鬆鬆的 上半身我就搭了HANA牌的蕾絲透飾上衣 下半身就搭配一個有點小華麗的流蘇短裙 這樣搭起來就...我覺得還蠻好看的 它的流蘇是不會顯胖的那種流蘇 因為它是薄薄的細細的 有的是像那種皮草或是駝鳥毛會比較膨 那那種當下半身的陽光的話 我覺得會很容易不小心就會感覺很胖 所以我當初就決定找薄的流蘇短裙 這樣看起來比較修飾下半身 因為它畢竟會比較合身一點 我非常喜歡這件流蘇短裙 搭起來真的超級有氣質很好看 接下來是這件很大件的學院風的棉梯 大V0然後有一點破壞邊的設計 它是黑白然後很簡單的配色 看一下這件材質是蠻厚實的棉料 然後這裡是做羅紋的那種彈性設計 內裡的話是這種薄刷絨的 所以我覺得冬天穿起來也蠻保暖的 我其實不太願意嘗試太學院的東西 是因為我很怕看起來會像小孩子 買這種學院風的單品的時候 我會盡量找一些能帶出一點女人味的東西 所以這一件我會穿成鞋的或是一字零 看起來比較不會那麼孩子氣 那這一件是大寬秀很容易營造無辜感 這一件的長度還蠻長的 所以其實你也可以搭配短褲在裡面 然後搭配到大腿的那種臥氣靴 我覺得這樣搭起來也會非常好看 這一雙是肩頭攜帶鞋 就是很基本的款式 然後它其實這裡有一點點小小的拼接 很可愛吧 它其實有其他的顏色看起來拼接會比較明顯 因為它是黑色做全黑設計 所以你就看不出來 那它的根是有一點點小些根 你就不會覺得很普通的那種大粗根 然後它的鞋墊這邊有一點點軟軟的 所以穿起來蠻舒服 它其實是比一般的同類型的鞋子 這裡還要再淺口一點 然後它的繫帶也是偏細 因為太粗的繫帶會有一種截斷你腳的比例的感覺 接下來是這件一樣也是很學院風的長板針織 它的領子、袖口跟下擺都有做黑色條紋的設計 然後它整件是那種比較寬鬆的針織 然後有做一個螺紋 可以靜看一下它的材質 這種單品就是建議不要單穿比較好 因為單穿會真的很容易想睡衣 我自己是會搭配一件就是牛仔外套 看起來更活潑一點的單品 或者是你要搭配頸鏈 可以看起來比較有個性一點 然後我搭配的頸鏈就是這一條 是皮革材質的金屬圓圈頸 搭起來寬度的話大概是像這樣子 其實它是銀色的所以我覺得蠻好搭配 因為我之前買一條絲絨的 但是因為我覺得皮革的也可以入手一條 因為搭配起來感覺是完全不太一樣的 接下來是我的被求婚妝 剛好就是被求婚的那天我穿的是這一套 就是針織的黑邊上衣 它的袖口是做蠻大的喇叭袖 然後有黑色條紋 它的材質跟我剛剛介紹的那件大V0的那個 針織養妝有一點點像 但是這件比較薄 這一件其實是非常好搭配的打底單品 那它單穿或是搭配那種背心裙都會非常好看 被求婚妝那一套就是我剛剛那件上衣搭配這一件背心裙 它是毛泥的背心裙 然後它的裙擺有做抽須 這一件的小細節都讓我覺得很滿意 我真的很喜歡毛泥的單品 冬天的時候毛泥就是非常好看的一個主角 它的肩帶是麂皮的質感超好 它的肩帶是要自己打結的 這一件的版型是有一點A字的 所以你穿起來會覺得還滿修飾你的身形 最後一件是牛仔外套 我發現我每次穿它影片好像都有牛仔單品 這件是每年冬天都一定會出現的羊羔毛的牛仔外套 裡面就是會有滿滿的羊羔毛 袖子裡面的話是一般的零格鋪面 所以你的袖子是很好套進去的 不過它的袖口還是羊羔毛 所以會露出一點點羊羔毛白色的樣子很可愛 這一件是小孩家的 然後我覺得質感很好 外面滿防風的 然後裡面是羊羔毛就還滿保暖的 它這件是比較男友風的設計 所以穿起來的話你不會覺得說 就算裡面穿了毛衣會覺得 穿進去牛仔外套裡面很緊繃什麼的 不會就是它因為剛剛好有一點點寬鬆 所以你裡面就算穿後毛衣套 你也不會覺得太緊 可是我覺得這一件有一點小可惜的地方 就是它的口袋 它的口袋太小太淺了 我放我的手機iPhone Plus進去 手機有半支都在外面 我只要一蹲下剪個我們家狗狗的大便 手機就掉出來掉在地上了 所以我覺得有點可惜 除此之外我覺得這一件就是一件 冬天必備的好搭外套 因為我有時候不知道搭什麼 我就會搭這件外套 好啦 那以上就是這一次的淘寶的穿搭戰利品分享 那希望你們會喜歡今天的分享 因為淘寶本來收到就會要一段時間 然後我還要搭配穿搭 然後去外面外拍一些素材影片 所以本身準備的時間上面就會比較長 那有時候如果不小心商品下架了 就麻煩你們就是盡量是拿商品的名稱 去淘寶上面搜尋類似光 或是其他賣家在賣同款這樣 好不好 那今天就到這裡囉 請記得要去訂閱我的頻道喔 然後還有留言 我等你們的留言喔 那我們就下次見囉 掰掰